哈喽,江苏卫视和立志新闻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源 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二二年跨二三年,就是去年的换年 因为去年我们用了一个很新的形式,也结合了很多科技 所以最后看到站在舞台上的是五个一样的我在演奏乐器 然后当时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很久的筹备 但是最后的效果我觉得还是很满意 其实一直在筹备 然后下一张端极,我是希望把它做得很独特 然后很完善,然后再推出来 所以说再给我一点时间,一定我觉得不顾复大家的等待 我觉得在每一站的大家一起合唱的部分 因为很多都是大家自发合唱 那种震撼真的是无可复制的感觉 名字我先不能透露,这个真的得保密 但是二旬从大概一旬结束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开始筹备了 也是一定是带来一个跟一旬不太一样大升级的二旬 我当时写的时候是没有想这个INFP 这个好像当时还不流行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根据我自己的这个INFP有关系 我觉得我的性格里面很多的是有一些对我创作有帮助的 比如说比较细腻,然后比较能够共情 然后比较能够静下来与自己独处的这样一个个性 会帮助我写作的 我觉得也映射到了这一张EP里面的歌里面 其实我没有太用表情包最近 就是在用那个自带的表情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老跟我发我小时候的表情包 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那种 我比较喜欢看吃饭的最近 就是有几个博主就还挺喜欢看的 看他们吃饭我觉得很香 然后也给自己增加一点做饭技能 有有有就是2024年 首先我觉得一定把二群给准备完善 然后把它一个完美的形象带到大家面前 然后也加紧头背下一张专辑 但是2024年具体能不能推出 我觉得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一定是要把它做到最好 跟大家见面 但我尽量尽全力 然后还有就是明年有两部电影 大概就跟大家见面 也是一个很让我紧张的时刻 因为就确实是给大家检验成果的时候 在巡演最后一场唱完最后一首歌的时候 因为我最后一首歌大家都可能以为是骄傲 但其实最后一首都不是 所以有一种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 然后自己最后一场唱得非常真的水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祝大家在2024年顺风顺水 就是身体健康 然后得偿所愿 希望幸福长陪伴你的左右 哇 这个好土啊 那可以 就这个吧 谢谢 叮叮猫 用声哲学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其实当时制作的时候 前期后期都没有这么多的 关于这样的想法 我们只是觉得用最合适的乐器来表达 最合适的情绪 包括我们用钢琴声来模拟雨滴 其实没有太多槽打的声音 其实是来模拟一个人比较孤独 然后比较与自己和解独处的样的状态 其实我们也是想做出每个人分析的差异化 所以我觉得至少在叮叮猫这一张EP里面 我们的三首歌曲的整个调性 也是合理同意的 我还挺满意 王源吐槽 还不如买个腹干片呢 这个我知道是在我生日之前拍那照片的时候 然后我总是送了一个肝板香皂 我就说因为他们也挺辛苦的 我就说你们还不如给自己买个护肝片 对啊 肝板香皂 这就是工作室合格的感情 就是肝板香皂 明白吗 那还不是那么想买个护肝片呢 当然我也需要 当时确实是长途更多 我觉得也需要养养生命 今年的歌曲有一首是打算寻演的时候唱的 但最后换了其他的 这次好久不见 大家所以说刚好带着这一点回忆来唱这首 然后就是歌曲们都和天空有关系 其他的就是先做保留惊喜吧 总之就是最近也一直在思考和准备舞台 就希望大家喜欢 就希望大家喜欢